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浮綠色 人民的財富free free free Wo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Zoe 我是主持人哲哲過哲隆 嘿 我今天就要進行到我們的 特別單元囉 大家又有福了 首先呢就是我們的技術派 練武功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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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唉 還有氣無力啊 對 我都瘦了 好 來 第二個 第二位是鍾坤正分析師 鍾哥好 陳真好 觀眾朋友好 好 再來呢就是主角我們今天的單元 陳坤仁分析師 打仁哥好 主持人好 各位主持人好 好 那大仁哥 大仁哥每次技術派那個分析 告訴我們怎麼做這些教學 特別單元點閱就特別高 對啊 非常認真的 大家可能看到特別帥氣的關係 對 可以啊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今天技術派你想要學什麼 想要練什麼 請你告訴我們 好 高檔爆量長黑K 這根K線出現的時候 是絕對要注意的對不對 對 是的 沒錯 好 那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教的是高檔 然後爆量長黑K 這一根K棒喔 就是等於說只要一根K棒 就足以讓你有這樣子一個 很高的風險 好 您過來一點點 OK 來 好 那不管你是用籌碼面的 或基本面的 甚至像是技術面的 這個今天的這個單元 都會是你一定要聽的一個部分 好 沒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什麼樣的叫做 高檔 然後爆量長黑K 那這邊的定義的話就是說 當股價上工 要上工的過程中 然後伴隨著一個高檔 遇到壓力的時候 那當天的一個走勢 是用開高走低 然後收在一個相對低或最低的一個狀況來說的時候啊 那就是高檔的一個黑K 那另外的話 它必須要伴隨著所謂的成交量 然後放大到近期的最大量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高檔爆量長黑K這樣一個現象 那因為有些投資朋友可能會講說 那個又沒有什麼什麼M頭啦 或者什麼三尊頭這種需要打好長一段時間 才打出來的頭部 可是這個單一根K棒 對於一個頭部來說 或者對於一個短期的高點來說 反而是一個更容易發現 而且更要避開的一個現象 就一天就可以發現了 不要讓殘槍失守了 是 而且這個很好看 那當然它不一定會發生 但是當它發生的時候呢 請各位投資朋友務必要留意 好 那這個相對的風險的話 又稱作高檔吞噬這樣一個現象 好 那操作策略來說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說的 因為它如果現在目前叫做高檔預壓的時候啊 那它就算真的後來再創新高 後來再經過一個整理之後再創新高 它都需要一個不算短的時間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幾個範例 那通常都好一陣子 所以基於基地資金效益來說的話 請投資朋友我建議先做 我懂了 它可能有機會再上去 可是你這個時間 比如說你寧願去買韓運股 比較強的甘鐵股 也不要換在這邊跟它殘槍失守 這樣說就沒錯吧 就算資金效益的考量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先換到另外一個更強勢的個股 正在上公的個股都可以 那如果真的有機會突破的時候 你舉例就對了 是的 欸 這邊真的是長黑K 聯發科是不是 對 那其實如果 如果舉聯發科的例子來說的話 其實它今年的7月28號 有一個高檔爆量長黑K 而且如果投資朋友 你去Google一下 它的一個歷史新聞的話 其實那天並不是所謂的華為禁令喔 如果你去Google 7月28號那天的聯發科的話 它是沒有任何的利空狀況之下 它反而出現了一個高檔爆量長黑K 有沒有 發現這個量 我們這邊有圈起來 那這根量的話 其實比它之前的每一天的量 都還要來的大 這邊我看到 所以它上漲過程中到760幾塊的時候 就發生了這樣一個現象 而且這是沒有任何利空的時候 那這邊請投資朋友 可能在遇到像這樣的狀況 我先請你先做一個留意 跟一個小心 跟避開 那等到它的8月18號的時候 才真正的發生了所謂的 華為禁令的這樣一個公告生效 是 所以它那邊的話又跳空 再繼續往下跌 所以K線你先告訴我們 這件事情 是 可能有一些人已經先知道 默默先知道了 所以他們已經先避開了 那如果真的 而且這個量很大喔 之前都沒那麼大量 有沒有看到 這邊高檔爆量黑K 好 那時間經過 我們剛剛前面說的 因為基於資金效益的關係 所以要先請你先避開這根K棒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 它爆量之後呢 它到今天到目前為止 已經5個月過去了 7月8到現在已經是12月 的一個中下旬了 那到現在為止 5個月還沒有辦法再創高點 我懂了 就是你也不一定能賺錢 可是就是應該說很難賺錢 你這個資金卡在這邊 不如換股票 是 不一定說一定會下去 可是很難再創新高 是 但那個前面的一個高檔爆量黑K 它就會成一個短線的高點 好 好 好 而且這個是很大隻的喔 而且這是非常具代表性的個股 那我們今天舉的每一檔例子 都是代表性的個股 比方說第二檔 青星3037的青星 是 那它在2020年的時候 8月13號 那沒有火災 沒有任何的利空 結果也是一樣 出現了這一根 也是一樣 有沒有爆大量 然後高檔的一個黑K 那這個高檔 高檔爆大黑K的話 也是請投資朋友 如果遇到它的話 請下次務必先留意 避開 這樣一個現象 好 下一頁 好 沒關係 那我們下一頁的話 其實看到這個爆量的話 其實看到這邊 到目前為止 它四個月經過去了 那到目前為止的話 依然沒有辦法創新高 那即使台股還都已經創新高到哪裡去了 你看到青星 到目前為止就是沒有辦法創高 所以這是高檔爆量長黑一個一個一個 這樣子一個壓力的一個存在 是爆量長黑K 是的 那在下一檔的部分的話 也是同一天發生的 全景座就有啦 沒錯 這很厲害 來這個是3189的景座 是 他們在同一天發生了這樣一個現象 而且當然也是沒有任何的利空 對 結果沒想到呢 它高檔爆量長黑K之後 它就整理了三個月 它創新高了 它剛剛星星沒有創新高 是 那無論如何 不管有沒有創新高 它都必須要先整理 一段不算短的時間 那這個請投資朋友 可能要在短線上面 就是資金應用你要想一下 要放那麼接 要不要跟它殘槍失守 是的 環境一檔 那另外一檔的部分的話 好像是股票喔 你福利社講過喔 來來來 這檔部分的話 其實我上禮拜來上福利社的時候 欸上上禮拜 對上上禮拜 12月7號錄影的時候 那時候跟大家分享 晶圓代工受惠的光照2338 那那個時間點的話 那個價格是37.55 對對對 那那個是星期一 那星期一 分享完這檔股票之後呢 它就當週 台積電概念股嗎 是 它台積電也吃 然後它聯電也吃 那它當週的話 你那時候講標股的故事嗎 對 標股的人生啦 對 那它那天當週上漲了27% 到最創新高的時候 是在47.8元的這個位置 我們看一下 那時候講的嗎 這邊 這邊講的不錯欸 對 我們在這個地方講的 來這個地方講 分享的 那它就將創新高到47.8元 這個新高之後啊 那今天在上節目的時候 不是在叫各位同志朋友 再去買這張股票了 今天反而要用教學的方式 提醒你現在目前短線上面 一個風險的方式 來告訴你說 目前12月15號 那它出現了一個 有沒有 這個 高檔 然後爆量 然後長黑K的這樣的現象 所以在短線上面 雖然我還依然看好光照這張股票 但是如果就一個 技術面的角度來說的時候 還是請投資朋友 可能在這邊先做一個先行避開的 這樣一個動作 所以你不看好光照 短期了 短期就 操作面來說的話 那你這樣會覺得 那個 怎麼會投資怎麼做這麼短 會不會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我並不打算在 高檔爆量長業的時候 再去做這樣的股票的推薦 原因是因為 就算它是一個趨勢成長的個股 趨勢往上的 你要整理兩三個月 我也必須要尊重 所謂的技術面的壓力 好 那您剛才講的光照 聯發科 新興 錦碩 這四檔裡面 你覺得 當然錦碩在創新高 可是你覺得後續的股價 我給兩個月好了 看有沒有可以逆勢成長 你覺得哪個股價會最好的 兩個月 兩個月啊 兩個月啊 我覺得 聯發科比較有機會 因為它整理很久 是 它整理比較久 它已經整理了五個月 對 已經五個月 好 聯發科來 不要發呆了 還是有通告費的 沒有啦 血糖比較低 血糖比較低 阿翔你幹嘛 我也選聯發科 聯發科 為什麼整理比較久是不是 因為其實當然第一個 它已經整理一段時間 再來就是說這個 中美貿易戰趨緩之後 其實我認為它是有機會 在未來社會的 來 所以我也是選聯發科 因為以目前來講 其實拜登他對中國的態度 是慢慢比較友善一點 那我認為說 後續可能 華為今天會全面開放 那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對聯發科 會是一個 比較大 它有比較大的成獎空間 來 您 我也是聯發科 喔好 聯發科一樣的理由 對不對 我選景碩 就應該跟川新高 好不好 大家意見不同 所以沒關係 可是至少有發現到 不論怎麼樣 只要高檔爆黑K 喔 高檔爆量 然後一個長黑K 這邊 都要整理好久好久好久 至少兩三個月 資金的關係運用 也許在大多數的時代 你不要把錢浪費掉 是 一些融資的你更容易就是 整個那個利息啊 整個被那個吃掉 喔 那當然會少賺很多啦 好不好 那當然謝謝我們的分析師啊 謝謝 謝謝我們的分析師 坤仁兄 那今天節目也蠻精彩的 告訴大家 這個教學 哪一根黑K出現的時候 你可能要先走 三十六G走為散策 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 至少要先避開了 那最後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分享我們的影片 還有按讚留言 多跟我們互動 這樣我們才會知道說 什麼樣的題目 是大家最想了解的 那最後也跟大家預告 在接下來 我們會再舉辦 第二屆的全民股票大店 所以要請大家鎖定我們的節目 不要錯過喔 那最後也謝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爛聯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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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